主料,五花肉200克,干豆角200克,主料,油,盐,酱油,葱,姜,大蒜,剁椒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准备好食材,干豆角期间两个小时以上泡发,五花肉捉水,烧煮一下,捞起控水,切稍后一点的片,葱切断,蒜头拍碎,将鞋片,起油锅, 把姜片和蒜头爆出香味,捞入五花肉炒匀,烧炒一下,炒出多余的油,放少许酱油,捞入泡好的干豆角,炒匀,爆点调味,接着炒,放适量豆瓣酱,炒匀,放适量开水,盖上盖子中火慢慢满,满至水干,大火收汁,撒上葱花,出锅前放适量酱油,炒匀装盘,烹饪技巧,多煮一下, 感受到更好吃,如果喜欢短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